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才你有》 第一篇视频收到大家好多正面反馈,超级开心 我会继续给大家讲更多开眼界的真人真事 带你的眼睛一起去理心 前两天我一亲闺蜜问了我一个灵魂问题 如果你这辈子不用为钱工作了,你会想做什么 这个问题让我既兴奋又焦虑 在经历了半个晚上的失眠之后 我决定去找一些灵感 搜索了几百个油管视频之后,我真的太失望了 大多都是圈外人的视角 一银为主,虚构为辅 豪宅豪车豪派体豪狗 总之就一个字,豪恨豪恨的 通篇就是一种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贫穷限制领的想象的刻板认知 当然啦,也有个别经过深度研究 而极度接近真相的影视剧 比如像每剧《继承》 这部剧真的太棒了 讲的是鼎豪家族内的继承权争夺战 下次有机会一定要单独跟大家说说 想听的再弹幕扣一 找不到我想要的那种圈内人视角 我又打开Google搜了一下全球败富榜的前100人 这些就是传说中的1%了 也就是富裕程度 还在全球前1%的顶级富豪 我们接下来就简称顶豪 我想他们上辈子一定拯救了银河系吧 那么顶豪家族到底多有钱呢 粗略估算一下 一个顶豪家族的资产至少百亿 美金 也就是说他们几代以前 就比今天的马爸爸有钱了 全球拥有这个财富量级的家族 不超过两位数 然而除了一些官方媒体 报道他们的财富以及公司状况以外 能吃的瓜少得可怜 这些人好像不活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一样 否则怎么会在互联网上都没有足迹呢 不过话说啊 现实生活中我竟然还见过三位顶豪成员 一个是常常在秀场能遇到的 LVMH总裁Bernard Arno 第二是我前前老板的老板 第三位呢 是我几年前在迈阿密一博会的一个私人派对上 壮健地穿着超短裙 在和小鲜肉跳贴身热舞的邓文迪女士 找不到瓜吃的我开始自己卖瓜 就在这极度缺瓜的时刻 出现了重要转机 我在一篇介绍全球第六幅 彭博集团创始人后代 Jojina的文章里面 瞄到了一部纪录片 叫《申来有钱》 而导演呢 名叫Jamie Johnson 这就有意思了朋友们 你知道全世界有些人 是用性就能辨别出来的吗 这就好像咱清朝 你看到性爱心觉罗的 就知道他是谁一样 果然不出我所料 Jamie Johnson就是全球规模最大的 保健品制造商 美国强身集团创始人的曾孙子 就算不知道强身 他们家的邦迪创可贴 你一定用过吧 2019年市值3625亿美元 仅次于腾讯 是全球前十大市值企业里面 唯一不是互联网 或者金融行业的 关键是这个纪录片 《申来有钱》 还有个姐妹片也是他拍的 叫《百一家族》 在这两部纪录片中 Jamie 一个鼎豪家族后代 采访了一群鼎豪家族的后代 讨论《申来有钱》 是怎样一种感受 你们感受到我心中的 万马奔腾了吗 终于有人从这个阶层的内部 站出来为我们打开 新次元的大门了 这个样本的宝贵 值得我们所有社会学爱好者 一起来围观一下 你想拍美国最富有的WAP 疯了吧 没人会愿意出来说话的 只有他能做到 因为他是那个阶层的人 你此生我都不会再做 这样的采访了 Jamie Johnson 是我们这个阶层的叛徒 什么样的片子 会获得这么大的争议 并且后来还惹上了官司 让我们来看看 他都采访了谁啊 这些可都是美国最显赫的顶豪家族啊 大多数是爷爷辈往上就已经开始发家的富恩代 拯救银河系的英雄后裔 奥林匹克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低调奢华的老钱本钱公主本主 如果你觉得家长看的都是数字 实在没什么感觉 那我带大家看几段采访 感受一下这个片子的气场 中文字幕继继继继继续 从小没有立大志不是我的错呀 谁让我没有俯瞰天际线长大呢 家族美术馆 我没有听错吧 谁说这世界是平的呀 我感觉这世界已经折叠得像白者群了 等我喝口水冷静一下 仔细想想他们其实并不是炫富 他们只是正常的讲述一个我们不了解的世界罢了 所以如果你和我一样心态有起伏 请过年三遍 错的是这个世界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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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接下来就从消费观 交友观 金钱观 这三观 来细细品味一下他们的真实生活 我曾经在学校选修过一门课 叫时尚社会学 证实这门课激发了我对于时尚非常激情的兴趣 人家都是关注穿搭 我就关注社会学 导致后来进了时尚圈 我才发现好像我关注点不太对 这门课真的是我听过最有意思的课 40个小时的课室都在说一件事 时尚是社会阶层的符号 这也是法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社会评论家 Hollandbach说的 这部纪录片中的鼎豪后代亲口证实了这句话 鼎豪呢非常在意他们的穿着 散发出来的借机信号 天哪 你能想到最美衣品的公众人物就只有克林顿了吗 来 大家弹幕帮他一下 这次账户的说明的时间 给我们报道 我们在前面里的帅哥 责任来自分自一身 你用你自己的产品 做感谢 我可以去到达厂 去购物和买让家 我可以做那种 我一直有 我已经被引开了 我已经有好物感产 我的家人 has很多东西 我已经有这种 不会给你做得好 奢侈品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 定制才能体现个人的价值感 时尚圈每年两季的巴黎高级定制修 正是用来满足他们这方面的需求的 时尚就是这样 每个社会阶层都希望拥有上一阶层的时尚 而上一阶层只想和下一阶层 只想和下一阶层的时尚 区分开来 这就是为什么世上永远需要我们去追 顶豪的加油观 你估计可以想象 顶豪的社交圈非常封闭 你想啊他们去同样的私校同样的娱乐场所 同样的度假地 所以他们约会的也是同一群人 你看你们和我一样又想简单了吧 其实深层原因是只有和他们在同一背景下长大的同学 才能理解彼此的处境 你想啊如果你是顶豪 带女友或者男友和家人去度假 你爸妈问他 你是不是很尴尬 再来看看顶豪交朋友都看中什么吧 如果顶豪只和顶豪交朋友这个瓜 已经让你感觉有点难以下咽了 那接下来这个真的要让你动摇三观了 俗话说 吃不穷穿不穷不签协议才会穷 婚签协议是顶豪家族内最重要的财富传承避坑宝典 简直就是富豪世界的达尔文定律 如果顶豪们只能给后代留一句话 那必须是孩子呀一定要签婚签协议 那些人都必顶豪要有关聚会议 我之前曾经有关聚会议 我曾经有关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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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亿美金的资产 有了这个教训之后 他不仅和邓文定签了婚前协议 并且婚后又进行了多次修改 为了就是杜绝他的媒体帝国再度被瓜分 哦对了他和特朗普前妻用的是同一个律师 当然特朗普也是反复实践出争知 婚前协议一次比一次签的严格 但是人家起点就高啊 特朗普和第一任老婆在婚姻中协议就修改了四次 不过最后离婚时还是赔了4700万资产 结果第二任妻子遭殃了 婚礼五天前特朗普才提出婚前协议 那简直是一场恶战 他和特朗普谈判了两年也没达成一事 最后只能被迫接受 谁叫婚已经结了 所以第二次离婚时特朗普只赔了200万 还不到第一次的二十分之一 当然最憋屈的是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拉 虽然和前妻也签了协议 但因为他把婚前协议写在餐厅纸背面了 前妻不认账法律也不承认 结果最后还是赔了自己一半的资产 一亿美金啊 不愧是大导演啊 连踩坑都踩得这么有创意 这一代代吃的亏 到了今天就成了铁律 结婚前几百页的婚前协议 会和几十克拉的钻截一块送到 你细细体会一下这种 刚结婚就要想着离婚的感受 一边说着白头偕老的誓词 另一边还得谈判离婚后财产怎么分配 这婚换你你想结吗 大家把答案打在弹幕上啊 另外如果你觉得鼎豪家族的婚前协议 只是涉及钱 资产 孩子 那你们就太天真了 他们的婚前协议已经越来越长 并且越来越有创意了 从出轨 生娃 能否跟前男友联系 到家里能否抽烟 是否有电视 体重多少 不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许个例子啊 比亚瑟每生一个孩子 JZ就需要给他500万 Justin Tuberlake如果被抓到出轨 需要给老婆50万 Facebook创始人的老婆 在婚前协议里提出 至少一周约会一次 而且得是至少100分钟 离开办公室和家的那种约会 卡台山和侃爷的婚前协议里 只要他们不离婚 卡台山每年能获得100万的收入 可以一直拿到第10年 我们普通人可能会想 结婚这么感性的事情 如果利益算得太清楚 那不是太上感情了吗 但对于鼎豪来说 婚前协议帮他们把居心不良 为了钱来的人筛掉 尤其是对于财产显著占优势的一方来讲 反而能更好地保护婚姻 当然这肯定不是一个浪漫的安排 但是作为鼎豪家族的成员 早就已经见过了复杂而多变的人性 对于他们来说 亲情 爱情和友情 本来就已经不可能是百分之百单纯的事情了 你们不觉得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吗 终于说到金钱关了 我们已经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本质了 全篇最精彩的一部分 叫《我是怎么发现我是鼎豪的》 简直比电影里演的还要精彩 几乎所有鼎豪家族都在刻意向后代隐 隐瞒他们的真实财富 我原本以为是为了教育子孙自立更生兼库补素 看他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 就塞尔家人从小告诉他家里很穷 直到有一天他舅舅带他经过 纽约中央车站时说漏嘴了 他说这是你的财产 他说这是你的财产 Jame恍然大悟的故事更厉害 四年级的阅读课上 同班同学突然从杂志上看到Jame爸爸的名字 并当着全班人念文章 他开始还不敢相信 因为从小爸妈就没跟他提过钱的事 结果他看到爸爸的名字赫然写在 福布斯杂志全球400强名单上 还有好几位鼎豪后代都是从媒体上做自己家族的秘密 Nicole在17岁的时候同班同学发现他爷爷 以全球首富的形象出现在福布斯杂志的封面上 他打电话给他爸 他爸特平静地说 是的 爷爷接下来还会常上报纸 但是我们还是过我们的日子 Yvanka也是一直被他爸特朗普忽悠 我父亲和我都在路上 有一个家庭的人坐在桌上 我记得我父亲向他说 那为什么鼎豪家族要向后代隐瞒自己的财富呢 这也是Jamie想要拍这部剧录片的原因 他想要搞明白为什么家人和朋友 从来不愿意谈论钱 所以他才把身边的鼎豪后代们 都叫过来开诚不公地谈一次钱 光明正大的说说生来有钱 而且是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这件事如何塑造了他们的三观 Jamie得出的答案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但是因为本期篇幅有限 我会在下期告诉大家鼎豪不愿意谈论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正是这部纪录片中有关金钱的讨论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这些可都是美国最有权势的家族 他们不愿意讨论钱是有原因的 Jamie显然触犯了他们的利益 这部纪录片中有很长时间 你不必须去打破咖啡卡 如果这部纪录的事 那你为什么会反应这样 Jamie,我并不愿意讨论 我非常愿意 我非常愿意 你在这部纪录片中有什么 我并不愿意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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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并不愿意 陆克发来的律师函 起诉他使用了 损害自己名义的素材 并要求他把片中的采访全部拿掉 不过Jamie自己说 被起诉这种事 算是他们圈子里 给他办的成年礼了 还有巴菲特写信给他的亲孙女 表示对他参与此次片子的拍摄 非常愤怒 并要断绝关系 这些都是公开谈论 家族财富的代价 鼎豪家族这样的唱所语言 以后再也不会有了 为了这部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片子 我要实名表白Jamie 你追寻真相的样子了 真的太帅了 作为鼎豪家族的后代 Jamie抵抗住了 来自家庭内部外部的重重压力 即便是重判轻疑 他也要弄明白 鼎豪家族不愿意 谈论钱的真实原因 以及他想知道 整个家族什么事都不用干 每年财富就能递增这件事情 给剩下99%的人 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我的哭点很低 我本来以为终于有一部电影 我可以看完不哭了 结果妈妈出现了 我认识这部电影 为了你为了很难 这部电影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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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从最初的电影 因为你知道 我对你很厉害 我对你来说 因为我一直在哭 但这部电影是真的 我只希望我能看到你 你很厉害 我和你所谓的 你所谓的 我并不是很富有 所以我可能 开始了 很不同的想法 妈妈的话让我突然意识到 我们的世界和鼎豪的世界 好像并没有那么不同 我们之所以好奇鼎豪的生活 其实是在好奇 没有了钱这个应约数之后 人生这个游戏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通关玩法 毕竟如果只看到了豪横的物质世界 而不去弄明白 财务自由 到底带来了什么自由 还有自由的代价是什么 我们有什么动力去追求 那个万分之一 才可能实现的梦想呢 好啦 这期节目你喜欢吗 别忘了长按大拇指一键三连哟 下期除了要揭秘 鼎豪家族 为什么不愿意谈钱的原因 还会带大家 跟好奇宝宝杰米 一起探讨一个 让所有鼎豪后代都困惑的问题 我 为什么 要努力 你是不是也很惊讶 我们和他们竟然有这么相同的困惑 下期我会说说 杰米的答案 以及我的答案 你们的答案是什么呢 先在评论区里告诉我吧 精彩答案我会在下期节目里 分享给所有人 下期见